央视六套第七次重播肖战朱仙 深爱就是播不停 央视是有多爱肖战的剧啊 肖战的朱仙又要在央视六套播出了 11月28日 20点18分 朱仙在央视六套第七轮重播了 什么是深爱啊 深爱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重播 播也播不够啊 最近 肖战的梦中的那片海 也是第十四轮上星 央视一套播出了 家之交扬伴我的五轮上星 肖战近半年内已经进二十轮 在各大平台刷脸了 什么黄金档 上午档 下午档 傍晚档 凌晨档 就是要你什么时间都能看到肖战 即便是在梦中的那片海 第十四轮上星的下午档 仍然取得了收视率破译的好成绩 肖春生就让人百看不厌啊 应该说肖战的剧 不管是首播还是重播 都能吸引一大批的忠实观众 有效播剧就是了不起 肖战的路人盘真的不可估量 朱仙作为肖战首部主演的大电影 上映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是当年的中秋档的票房冠军 小投资大回报的收益 也是实证了肖战的扛票房的能力 这部电影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 输出海外播出 也是引发巨大观影热潮 朱仙是泰国当年 华语电影的票房冠军 在日本也是大受欢迎 肖战饰演的张小凡 获得了很多人的喜欢 肖战也为了这部电影 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汗水 肖战新的大电影 射雕英雄撰侠之大者 也在赶来的路上了 相信四年的沉淀和积累后 我们肯定又能看到 更加不一样的肖战了 但是 每一个阶段的肖战 都是独一无二的 肖战自己也曾说 对待自己的每一部作品 没有什么遗憾 因为那都是当下 肖战最好的呈现了 是的 那个憨蒙的张小凡 是我们现实版的肖战 没错了 回不去的时间里 朱仙留住了那个时期 我们独一无二的肖战 喜欢肖战 和喜欢奇幻电影的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相约 央视6到20点18分 可我们的张小凡不见不散吧